11点16分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张化有一名22岁的陈姓男子在凌晨 带着放暑假9岁弟弟到鹿岗的一间庙来行窃 换了有酷溜进了许愿池 偷的是这个姓重投到池里头的硬币 总共偷了3670.5元的台币 就连五角都不放过 不过两个人要离开的时候当场被逮个正着 理想下情况联系给记者徐一玲 好当时呢 休息人羊趁着三天半夜 请进鹿岗的这间寺庙 哥哥走在前面 弟弟呢走在后面 手上还拿着泳裤 因为两个人准备换装要进到许愿池 偷池里的硬币 我们来听一下庙方人员的说法 这陈姓就是说哥哥带弟弟嘛 然后先来庙里面看地形 现在看许愿池里面了 然后他们就看里面的灵前 把换泳裤把它拿走 那拿走完之后又去把鱼饰料 我们庙有鱼饰料的那个投币机 把它破坏掉 把里面零钱给偷走 那么庙方人员说呢 这对兄弟穿泳裤 脱完许愿池还不罢休 看到鱼饰旁边有饲料机 想到里头也有很多硬币 先是呢 合力把饲料机给扳倒 再拿出铁鞘 以及螺丝旗子 两个人蹲在地上挖挖挖 把钱全部给偷走 那么警方说到这对兄弟党 实在是非常的糟糕 22岁的哥哥呢 没有工作又游手好闲 从暑假开始 就带着九岁弟弟 离家出走 又四处流浪 没有钱可以用了 就跑来这家寺庙 又是偷许愿池 又是偷四料机 一偷呢 偷了三次 一共偷了3675元 结果呢 就在这一次 兄弟俩 仁赃巨货 被警方给逮捕 以上就来自现场的 最新情形 将时间交还给彭丽主播 好的 谢谢依林 看到这是一位22岁的哥哥 带着九岁的弟弟到庙里 来偷许愿池硬币 结果要离开的时候 被当场逮个正着